会变成头脑壮壮 身体也壮壮咯 各位小朋友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Zither Harp 生命界势台 人生加油站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好 大家阿弥陀佛 今天又有 几位新的朋友 从 法国来 我们给他鼓掌欢迎 所以这一次叫 第三届 国际 华人 短期出家 我想下回 可以改名字 因为有些人听到出家就不敢来了 所以 应该说 菩提 成长营 如何 成长我们的菩提心 但是我想 更重要的 应该是说 人格发展 我想 如何让我们这个 人 提升 品质 去 服务其他的人 去服务其他的生命 好比说 几位从 法国来 那我们要想的是 我们如何 对法国有 整体的帮助 特别是 这次法国 有新的总统 大家就有一个 新的期待 这个总统 站在我们是男人的立场 还蛮赞叹的 娶了一个大胆 二十几岁的 而且相处和谐 所以能够 自己的配偶 又是自己的老师 我看过报纸 他很尊敬他 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报 你能够尊敬你的先生 你能够尊敬你的父亲 你能够尊敬你的儿子 那真是快乐 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学佛就是要让我们看到 光明的 美的 好的 什么叫悲哀呢 要专门去看别人的缺点 叫悲哀 然后把别人的缺点 耿耿意外放在心里 让你准备忧郁症 甚至进一步 还去伤害到其他人或众生 所以我想我们这次 今天应该是第五天 五六七八天 第十六天了 那希望各位有一点改变 有一点进步 特别今天礼拜六礼拜天 还有我们荷兰当地的菩萨 也来参加 我讲了半天就没有一个外国人 通通都是我们华人 中国人 我也觉得这是我们华人 很特殊的地方 就说 这也是佛教很重要的 我们看看影片上 一只鹿可以跟一只狗合得来 好和谐 一只羊可以跟一只老虎合得来 好美 那天他们给我看了一个片子 一只老母鸡养了六只猫 你看那个翅膀也盖不了 但是每一只猫都往他身上 一直钻 因为这猫妈妈不见了 然后老母鸡就来照顾它 所以这个就是世界的美 所以我们讲 佛教会为什么一直要强调空性 就是不要有凸显自己 而且一切的存在都依靠别人 所以佛 他应该讲 他是一个圆满超越众生 无众生相 超越人无人相 超越自己无我相 佛陀也没有生没有死 叫无受则相 然后呢 可以让所有的众生 依靠他 甚至我们是人类 所有的人类 学习他 那讲到学习这一点 我必须要强调 我现在比较难过跟压力的 就是看到别人没进步 那没有进步 他就会一直老化老化 然后呢 他的怪怪的个性 就会成为我们的痛苦 我想各位 如果你有结婚 你的先生太太 一天到晚都不进步 你会气了老半天 然后看你的脸就知道 你活在悲哀生气里面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 愿真会苦 不高兴的都睡在你旁边 喜欢的都不在了 叫爱别离苦 所以 那我们学佛了 就要改变了 你不可能去改变对方的 但是我们应该去配合对方 所以如果你问我学佛 有什么特点 像我都是这样观察人 这个人佛学院毕业 佛教博士 我想那个是他的学士知识 在一起吃饭 他表现如何 他会不会替别人夹菜 吃完饭以后 会不会收收盘子 站起来离开的时候 椅子会不会放进去 看到人的时候 会不会微笑 所以 他不是在想的我要干嘛 就像可能明天吧 我们会大家 说要收菩萨戒 什么叫菩萨 念一下 戒自私 关心别人 关心别人 所以这个叫菩萨 成佛了就可以 真实普度众生 所以在这一点 我期望就六天 甚至后面还有几天 要感受到 您的进步 就像有些菩萨 他们来参加迎对 他跟我说师父 你给我安排一个 跟我好一起睡觉了 我说这个怎么安排 因为你们两个人睡一间 我跟他说 我们刚出家 三十二个人睡一间 睡了半年表现不错 进入十六人睡一间 慢慢的变八个 最后你动于像研究生一样 你可以一个睡一间 但是是这样磨过来的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没有进步的空间 你就会孤僻 那就没办法 所以就像我以前 有一位女众 她说她要出家 我找了很多官员 很多有力量的来找我 说她一定要出家 而且要找我 我说你出家 你找那些有力量 有钱的来找我 这什么意思 后来才知道说 她的条件是啥 我就是要到那边出家 跟海涛法师 她说我自己带钱来 自己盖一间 然后装冷气 找个佣人来 她真的是很有钱 她找个佣人来 所以那我说 那你干嘛出家 你就在家 不是做皇后了吗 因为她不懂得跟别人相处 也吃不了苦 但是她又觉得佛法不错 最主要是海涛法师 看起来好像不错 好像都不会生气 我跟你讲 我跟她讲 你看到的是台上的我 你没有看到台下的我 所以后来她跟 跑来找我几次以后 她就对我就以为 你看我找她都不理我 留电话给她 不打给我 但是我认为 因为这个不是修行 如果你是为了解脱 为了利益众生 那可以 如果你只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然后满足你的需要 那这样就没有帮助 那特别我们讲国际华人 我在这一点 我昨天问我们 陈文龙 我说 因为我们荷兰听说 有四五百万犹太人 我们借这个地方 有犹太人的标志 是吧 外面也有 那我很想知道 犹太人对我们印象很深 到欧洲要超度犹太人 我到美国去 有一个区域 犹太人 看起来很干净 有两种 一种有胡子的 一种没胡子的 对不对 但是唯一的特点是 我看到其他美国人都会笑 就看到他们都不笑了 他们看到我也不笑了 我认为他们很认真吧 但是呢 这一点代表什么 我就想 犹太人移民到英国 移民到美国 荷兰 都没有改变犹太人的个性 这个好可惜 所以我想你是荷兰人 你是华人 你是新加坡人 什么叫修行呢 保留你自己家庭种族的优点 没有缺点 又能够有荷兰人 法国人 英国人的优点 这个就是进步了 所以我们 假设这个道场有五个人 五个人 其他四个人的优点 我都具足了 但是对其他四个人的缺点 我能够包容 但是在我身上不会有 这个很重要 像我的个性 我学习我妈妈的忍辱 非常学习 而且我妈妈这个人 还有一点我学不到 就是她痛的时候都不会讲 这个我就做不到了 我不讲两句受不了 我牙齿痛 我妈妈不说的 但是她虽然不说 她的脸我就看得出来 妈妈又在生病了 你看她又不笑了 一定要我去问她 你哪里不舒服 从年轻就是这样 她不说的 被欺负不说的 所以我必须学我妈妈 这种忍辱 那我爸爸是一个 非常高格调的人 走路一定要走 抗庄大盗 要做要做总统那种 写字做什么东西 都是最圆满的 所以她要求人 要做到一百分 这是很可惜 她没学佛 如果要学佛 她早就出家了 但是对我们来讲 就有帮助 我应该像我爸爸一样 特别我爸爸往生了 我更惦记了 爸爸在身边 你不会想这个事 他不在了 就像我师父不在了 我的师公不在了 真华长老不在了 菊光长老不在了 这是我去亲近的 这些善知识 反而他们对我的影响 超过一再的时候 因为我们才会爱惜 但是我一定要把 这些长辈 或是善知识的优点 紧紧地放在心里 产生我的行为 就像我们学佛 希望各位身上 有佛陀的味道 希望各位身上 有地藏王菩萨的这种魅力一样 观音菩萨的慈悲 文殊菩萨的智慧 那佛法在我们的生命 就展现出来了 但是却没有广东人的个性 台湾人的个性 上海人的习性 所以那这个叫进步了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那大家一起共修 或是我们以戒律 作为我们的基准 那么希望我们的身口意 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我们好幸运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 是一个宗教中 最圆满的宗教 我们好幸运 真理中的真理 佛法 所以人中的尊贵 人天福天 以身且做我们的模范 朋友 修行的祝缘 所以念一下 以佛为师 以法为道 以身为友 我们以佛陀 做我们生命归一 学习圆满的老师 那么以佛法 做修行的道路 以身且成为我们 走这条菩提道 的良伴助缘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我好像出家十几年了 那一次 然后我过去的同修 他突然来参加法会 这个我就会拉警报 我不能有世间的心态 想法 那时候我不能 耶稣对方 然后 那个很少跟他 很久没跟他讲过话 因为他开口 开口跟我讲话 然后我 我只有问他一句话 我说 你看我这十几年来 有没有改变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 我想这个学佛很重要 因为你太了解我了 对不对 夫妻七年 我看会想了解了 但是 你有没有进步 这是我最耿耿于怀的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为了要利益众生 做一个菩萨佛 眼神 讲话 走路 都要改变 写字 没有一个地方 不进步的才行 所以我们叫 无言耳鼻舌圣意 你不能再用你的 烦恼习惯 来表达你的眼神 讲话的语气 因为你学佛了 家里贴了这么多佛像 拜得要命 最好都拿来供 你老公都嫉妒了 都不拜我 就像我妈以前在拜 我爸说 该拜的是我了 有时候我老爸多专制 她是我妈妈 就像 这样可以 台湾话说 讲个拜 拜你 因为他内心里面 不尊敬他 我爸爸虽然是一个 高高级的 知识分子企业家 在我妈妈的心里 可怜的男人 因为我妈妈虽然没读什么书 但她自我要求圆满 非常的圆满 忍辱 那我父亲虽然是一个 大企业家 高谈政治的 但是呢 他却不服气他 那对我来讲 我也是这样看 对 还是妈妈对 爸爸好像不太对 所以妈妈在家 我们就全部回家 爸爸在家 我们就不回家 所以我妈妈有时候 会打电话来 你老爸不在 台湾话说 你爸爸不在 我们四个兄弟 就通通回家吃饭 多温暖 你爸爸在 全部又不见了 所以一个人 当然他 对不起 我讲我父亲坏话 但是我只是比喻 就是说 一个人一定要做到 让别人愿意 接近你 因为佛陀 菩萨 我们看到他很欢喜 甚至愿意去供养他 接近他 进一步很想学习他 进一步很想做他 那佛的弟子有两种 一种就是 希望从佛法得到好处了 这个叫解脱道 他正阿罗汉 第二种是 佛你成佛了 我一定跟你一样成佛 这个叫菩萨道 那我想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讲的是菩萨戒 但是你要受菩萨戒 你还是必须 基本的归 受五戒 把观摘戒 身口意的十善戒 然后知道怎么做菩萨的 菩萨戒 来进步 特别这一次 我必须强调 我们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我刚刚讲了 刚刚他们跟我说 还有西班牙的 我们听说这一次英国来的也很多 英国来的 举手一下 大家鼓掌 所以还有几位 德国来的 西班牙来的 比利时来的 所以我们伟大的祖国来的 新加坡来的 马来西亚来的 有没有净土来的 净土来的 所以我想韩国 韩国都有 但是我很愿意 就是说这是我们华人 很好很好的地方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唐人街 然后特别大称佛教 我跑了这么多地方 真的还是要靠华人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痛苦 也是我个人的自卑 我们没有办法把佛法 直接跟荷兰人 跟西班牙人 跟德国人 做交流 那交流当然透过翻译也可以 但是差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有发愿 各位最好也发这个愿 下辈子 投胎做人 从小就学 我认识一位美国法师 会讲九种语言 所以在中国的祖师 有还意味着 从哪里来讲 三十六国语言 那这样才可以吧 佛法 但是我讲 会讲九个语言 那个法师 有一点孤僻 所以他九种对他没用 他只是一个自我认真的人 而不是学习佛法 要跟别人交流的人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大家互相结合 为什么呢 关心整个世界 这个叫菩萨界 如果你来说菩萨界 我想要得到菩萨界 但是跟我老公没关系 跟我隔壁的荷兰人没关系 那这个就 这个跟菩萨界也没关系了 你把佛法当作一种 自己要用的东西 所以 像我的师父 跟我的父亲 同样的 他们要我跑遍全世界 他说 你要学习各国的语言文化 现在的人必须做国际人 空性 没有国家 没有种族 虽然我们在元起的外表 我们是华人 黄种人 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台湾 来自于新加坡 但是呢 如何融入于世界 自由人 还不够 融入于法界 我们对地域二轨道 所有法界 都能够配合帮助 那学佛当然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叫阿姨摩斯 就是 念一下 绝不害众生 希望您的存在 不要伤害到任何生命 甚至你在德国上厕所 该缴钱就缴钱 你不要不缴钱 因为有些人 我发现现在有时候 我们东方人到西方来 有点被批评 被批评 就像那天有人跟我说 那个鸭子那么漂亮 碰到我们华人 搞不好给他抓掉吃掉了 我说这个事情 有可能发生 但是如果碰到 真正的佛教徒 就没有这种事了 对不对 我们不会指指点点 说那一只好不好吃 我们只是在关心 那一只要吃什么 我们要不失食物给他吃 要跟他结缘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有一个 借 就是决心 从今天开始 不管碰到任何状况 你把我打成肉酱 我都不会报复你 我都不会报复你 伤害你 所以别人手上哪一只老鼠 告诉你说 你打死那只老鼠 我就不伤害你 你不打死那只老鼠 我就把你手给打断 那各位你要决心 这个叫戒 这个叫基本的戒 不伤害众生 所以有一个老二上 真的是这样被逼的 结果呢 他一点都没有去伤害 对方呢 真的把他手给打烂了 然后呢 那只老鼠至少活了 旁边人很不舍 但是 后来他徒弟就问说 老二上 人家在伤害你 你不痛吗 他说 虽然很痛 但是呢 我这只手啊 就是我的戒力 我看到他就想 好在我还会慈悲 好在我没有去伤害他 我虽然没有伤害他 我手烂了 但是我保留了 我的一个很好的动机 这是身为出家人 我应该做的 所以我想各位 你应该做一个这样的决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会告你 不会报复你 无条件的 接受你对我的伤害 但是我依然不会伤害你 所以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做一支 有毒蛇的锐利 却没有毒蛇的毒牙 释迦牟尼佛过去 做一只狮子 他是吃水果了 你说天方夜谭 那是真的 这只金色毛的狮子 在沙漠里面 他的目的 他就是要保护那些 在沙漠受伤的任何一个 小动物或人 这是他的愿力 但是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存 去伤害到任何一只小生命 所以佛陀生生世世 不管他做什么样的友情 他永远不会去伤害 小只一只蚂蚁 那这是我们自己要心里面做一个决定的 就像我结过婚 我也跟我过去那个美丽又漂亮的 又有钱的太太说 如果你决定跟我结婚 我有一个条件 他眼睛顿得大大的 看我 我说 就算你外面有男人 我都爱你 我都不会跟你离婚 他就哭了老半天 那我说 哪有这么好的条件还哭 他说 这样代表你不爱我 我说这个 听起来好像没有道理 我说没有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因为我以前很坏 那时候我既然决定要跟你结婚了 我绝对不愿意伤害你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伤害我爸爸妈妈 我也不愿意伤害你爸爸妈妈 如果他知道我们两个 何不何不来 他们会丧心的 所以我也不愿意 甚至我后来有小孩了 我也跟他讲 无论我们两个夫妻 万一哪一天 为什么事情意见不合 但是在小孩子面前 千千万万 不要有一点点 不高兴的与人行为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怕伤了他们的心 所以我们这个叫什么 在佛经里面 这个很好讲 念一下 菩萨种性 这个菩萨种性是天生的 也就是说 各位要受菩萨戒 过去是有受过菩萨戒 然后呢 你听到了佛法的菩提心 你愿意来这么做 然后呢 这样以后 所以你就会去体贴别人 所以不让爸爸妈妈伤心 所以各位你想 为什么佛经里面说 男女离婚要下地狱 为什么 爸爸妈妈都伤心 祖先 怎么办 儿女怎么办 活生生的 把他给拆裂了 所以现在的西方社会 一进步以后 离婚率高了 这叫个人主义 意识高涨 他很少去顾虑别人 他只想自己 所以我想 过去种种放下吧 我们以前错了就错了 现在开始 对不对 这个比较重要 过去你喜欢吃龙虾螃蟹 这样一听 这不行了 不能吃了 因为吃龙虾螃蟹 那些抓龙虾 杀龙虾 煮龙虾 都要下地狱 都为你要下地狱 那这龙虾本身 不用说了 因为以前我们 没有想到会这么做 所以我结婚的时候 是在这个观念之下结婚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我过去的同修的妈妈 她依赖我超过 我太太几万倍 我结婚是因为 我那位丈母娘 来求我 她那时候有一点可怜 无依无依靠 所以 她好像表达说 我是她生命的依靠 奇怪 她跟我长得很像 所以人有溯源的 所以我也很愿意照顾她 所以既然如此 那我要跟她的女儿结婚 然后是她